哈喽,大家好,麦田来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小盆栽 郁金香花苞的勾置方法 花盆和叶子都是通用的 然后咱们参考花盆的编织教程 还有叶子的编织教程 现在我们只讲这个花苞的勾置方法 花苞的前四圈和小盆栽盆底的前四圈勾置方法完全相同 我们从第五圈来给大家讲 第五圈到第十圈的话,编织方法也是相同的 小花苞很简单,我们就重点讲一下这个部分怎么去缝合的 我们这个郁金香小花的前四圈和花盆盆底的勾置方法相同 第一圈起六个短针,第二圈六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圈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四圈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 也就是隔二加一,我们重复这一圈,够完 好,这够完以后一共有24个针目 我们现在来演示第五圈 不明白的小伙伴呢,咱们去参照花盆的勾置方法来勾前四圈 好,我们先立一个辫子针,勾针绕线,勾出来 第五圈的话和第十圈勾置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第五圈到第十圈都是不加不减 勾24个短针 立完一个辫子针以后,勾针,穿入到刚才引拔针的针目里面 穿进去,勾针在线的上方勾出来 好,绕线,退两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完成,我们继续下一个针目 勾针,穿入进去,针在线的上方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两个短针 这样不加不减,勾完这一圈 每一圈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立一个起立针 最后一针完成,我们和第一针位置 这里是起立针,引拔针和起立针,我们是不勾的 在第一针位置去做引拔连接 勾出来,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样第五圈就完成了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这几圈的话,重复这一圈的勾置方法 每一圈都先立一个辫子针 大家后面去把这几圈勾完 一直勾完第十圈 我这里已经勾完了十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完成以后我们断线 线头留的稍微长一点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我们拿出来这个铁丝 给它折弯 我这个铁丝的话是二十二号铁丝 好,然后给它这样子 穿入到花苞的这个里面来 好,这个线头的话 我们是从里面给它拉出来的 然后我们拿出来填充棉 给它塞进去 塞填充棉的话 也不用塞的特别的满 然后我们缝合 拿出来缝合针 缝合的话,我们就是 给它先这样子对折一下 在中间位置 串进去 好,多缝两针 封完了以后 我们再这样子去捏一下 找到大概的中间的位置 穿进去 这边 同样的给它穿进去 这个绵的话 不用塞的特别满 然后在这里 去给它带一下 拉紧 我们再去固定一下 如果说你棉塞的太多的话 可以这样去给它捏 弄一下 就可以了 完成以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 给它穿到底部 可以给它藏进来 穿到底部 好 这样子一个 郁金箱的小滑包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拿出来这个线 然后在铁丝上面 去给它缠绕 缠绕到一定的长度了以后 我们加入 这个叶子 继续缠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 形状来决定你要怎么缠绕 绕的大概到 这个位置 我们就结束 然后我们这样子去给它套一下 好 断线 这样子缠绕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花 这样子去给它扭一下 也很好看啊 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效果 来去给它缠绕 或者说你喜欢这样的 就直接让它这样子也可以 造型的话咱们就自己去捏就行了 组装花盆 和花盆一起组装的话 去看花盆的那个教程里面有组装的方法 这样子一个郁金箱的小盆栽就完成了 开始编织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